最近呢地狱舆论比较多 所以呢就借此机会来聊聊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有关地狱的事情 我呢作为一个博主 喷巧呢又是上海人 遇到了一个可以嫁的男人 喷巧呢又是美国人 那可想而知哦 什么重阳媚外啦 上海人重阳媚外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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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还可以代表一下全上海 心里呢挺激动的 以前呢重阳媚外就是爱所有西方的东西 现在重阳媚外啊 是只要你多看了一眼外国人 你就重阳媚外 这样的话呢喷子也要小心 伟三呢 有天啊说不定也被扣上重阳媚外的头衔 为什么只喷外国家庭啊 也重阳媚外的哦 敬业的喷子呢应该多元化发展 有很多人呢会叫我多和孩子说说中文 我很同意啊 但有些人会带着骂人的口气 哎为啥我跟着你讲中文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说了呀上海话呀 哦然后才知道上海话不是中文 是鸟语 但是呢上次我试过用上海话和小鸟沟通过的 小鸟没反应 我说呢浓草子够不停啊 草呀 小鸟不踩我 其实呢如果上海话真成了鸟语啊 也不好 一言不合就让鸟儿在你头上 颜归正传 我超喜欢说上海话 英文还有普通话 先说说上海话和普通话 对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 他没有买不到面包吗 他有自己做的 哇塞 松软的 burger bun 非常棒哦 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